世界二十都有点多了 看这波防守 两个人来救 这么稳 来我吸引一刀 好的 再防黑炭 再打 漂亮 等于说打了四刀 这一波 相当于两个人 各吃了两刀 才把这个祭司给救下来 祭司好像差了百分之二十 还能守 外面的话 这个时候重新修 要重新修 一定要重新修 黑炭 这样的话人救不下来 秀文啊 你是真的好猛啊 这闪现可教 这闪现可教 换完 出源宅 漂亮 我去 哇 来个 好 黑炭 这边 牵起来 黑炭 干扰密码机 这边死手 来 你祭司过来 这边 打一刀 那强行摸祭司 小女孩是去救人的 那 我这边牵着祭司里面 气球刀 不全得倒 这波 还把祭司给摸起来了 哎 真的假的 求生者玩的溜啊 看待员 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说你也能打到这样的一个节奏点的话 我觉得 机会很大 机会很大 看待员这边来死保小女孩 来镜头给上 但是死保小女孩 保下来 看待员可能会倒 因为看待员可能要交掉自己手上面的道具 然后才有机会能 捞不捞得下来 捞得下来 漂亮 再谈 在你自己的一刀 小女孩这边 抢起机子 能起得了吗 起不了啊 说就噩梦这个时间点算的还是精准 等吗 等出来 打一刀 我去 看到没有 他这边是一个双刀 他这边是一个双刀 就算好时机的一个双刀 就算这刀不是正射配合 哇这刀也倒了 他这个时间点卡的是真的准啊 这是我见过最 羊角最大的蜘蛛丝了 吐一口没吐中 吐中了还 三连蜘蛛丝 我去这个机会 测试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抓人能力 那这边就不管 不管用兵 然后挂这边的这个病患就可以了 挂这个病患就可以了 能尝试捞一波吧 长长这边应该就会换过来 换过来 然后压住我放黑炭 三二一 走你黑炭 漂亮 这个场长还是猛啊 救命 瘨